嘿嘿 林先生早啊 您这是要干嘛去呀 我有事 怎么了 那个 方不方便带上我呀 我感觉你走了不安全 这家伙胆量和沈欣宇差不多呀 耸立屁 这好办 你找他保护你 绝对安全 这个 林先生 您 您没开玩笑吧 你让一个女孩子保护我啊 你要不信就算了 自求多福吧 不是不是 我信 我信还不行吗 哟 这不是关老二吗 你怎么也在啊 我有很重要的事找你们 什么事啊 看你们一个个都这么垂头脏气的 十三 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京都都要不太平了 到底什么事啊 夜鬼小队真的出现了 他们已经杀掉了我们三名队员了 你收到夜鬼卡片了 没错 就是前几天的事 你们玫瑰小队不也是佣兵吗 按理来说和夜鬼小队是同类才对 他们怎么还会对你们动手 也许在夜鬼小队眼中 只有猎物 根本就没有同类 估计是因为关林帮助我们清除红蟹组织 所以才被夜鬼小队盯上了 夜鬼小队和红蟹是一伙的 那夜鬼小队呢 他们损失怎么样 夜鬼小队没有任何伤亡 不是吧 你们排名也就差一位而已 实力差距这么大吗 那他们总得留下什么线索了吧 关林的三名队员根本不知道死因是什么 身体也没找到 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没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既然没找到身体 怎么确定人死了呢 这个 他们已经三天没出现了呀 除了死亡 我想不到其他的了 没事的 放心吧 就算夜鬼小队再神秘 早晚有一天也会出现 夜鬼小队针对的不是你 你不了解这种心情的 谁说的 什么 你 你也收到了卡片 就算别人都说不到 那肯定也少不了我吧 我身为白夜组织双S领袖 可谓是红鞋组织的头号惊敌 怎么感觉你和没事人一样 心这么大吗 呵呵 逃避是没用的 与其逃避 不如选择进攻 只有彻底铲除他们 京都才会太平 可以确定的 目标人物就在这庄人里 大爸 居然买这么多房子 开得老子找这么半天 呵 不管他躲到哪里 今天都难逃一死 这里是双SS级目标人物013的庄人 咱们还是小心点比较好 呵 怕什么 013已经出去了 这里面没人是我们的对手 游戏 我们这次是秘密行动 尽量不要惊扰到其他人 直接解决目标人物就好 呵 吉尔那家伙身上 可是有不少钻石黄金的 处理掉他之后我们可以平分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愁眉哭脸的 那个 林先生什么时候回来呀 他 一般出去都要很久的 估计晚上差不多吧 不是吧 这可怎么办 早知道和他一起出去好了 你看 有话姑娘 爹怎么一直和那个女孩在一起啊 这让咱们怎么动手 不如把他们一起干掉算了 也只能这样了 要怪就怪他运气不好吧 对 找你的人来了 什么 再奶奶 你可别笑我啊 完了完了 他们是红仙杀手啊 我托住他们 你快点走去叫人 我最讨厌的就是红仙杀手了 你快走啊 还愣着干什么 背下傻了吗 想走 已经晚了 既然你们已经看到我们样子了 今天必须死在这里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空手夺白怨 他竟然能徒手将五十刀抓住 这也太强了吧 怎么也想不到 一个女孩子为何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难道每个龙过人都会功夫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会这样 他怎么会如此厉害 看来不是他的对手 还是先跑为妙 还想跑 宇童小姐 你们龙国是不是人人都会功夫呀 没错 我们出门都是遇见飞行 而且从来不打电话 所有人都会千里传音 卧槽 这么牛批的吗 那你能不能教教我呀 可以啊 你先交点学费吧 怎么了 下面的人给我发消息说 我们队员的身体找到了 让我马上回去一趟 走 我们一起去看看 死者是在下水道被发现的 身体曾经受过强酸腐蚀 只剩这些渣了 不过经过骨头碎渣鉴定 人是重剧毒致死的 除了这些线索 其他什么都没有 用强酸毁坏身体 确实很专业 不愧是夜鬼小队 官队长 节哀顺变吧 我早就听说过传闻 夜鬼小队里有用毒的高手 号称绝命毒师 估计这次一定是他动的手 什么绝命毒师 我还是霹雳真王呢 对了 前几天的电视报道你看了吧 英国王储身患怪病 其实是中了一种慢性毒药 我估计就是夜鬼小队的杰作 而那位王储已经来到了京都 但前段时间你说不见 被我给打发了 估计现在快毒发身亡了 那还能联系上吗 夜鬼小队的毒性不弱 正想找个样本看看 英国王储倒是个好机会 那些人现在是惊弓之鸟 都快被夜鬼小队吓死了 害怕暴露行踪 所以断了所有和外界的联系 不过我知道他们住哪 走吧 咱们去转一圈 嗯 没问题 这么多人把手 至于吗 都被吓成这样了 没办法 夜鬼小队威慑力实在太大 这里面是私人庄园 外人不得进入 我们来找英国王储有点事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白夜组织的 之前和王储见过面 白夜组织主动找上门来了 真的假的 你们先等一下 我向里面通报一声 OK 没问题 你们可以进去了 好的 等一下 你们身上带了什么东西 是武器吗 我们没带武器 实在抱歉 可以把你兜里的东西拿出来 让我看一下吗 你确定要看吗 看完了可能对你有危险 呵呵 什么东西看了就会有危险 怎么说我也是上过战场的人 你也太能吓唬人了吧 行 你想看就给你看看吧 卧槽 你居然是白夜组织最高领袖 你手里居然还有夜鬼卡片 完了完了 不会招来杀身之祸吧 我现在可以进去了吧 可以可以 请您把卡片收起来吧 若早知道他是白夜领袖 那自己绝对问都不问 老了实实活得不好吗 和这些危险人物掺和啥 你好你好 我是英国王室 亚历山大英格利 你好 那以后我就叫你小丽吧 没问题 我们入乡随俗就好 听说你们这里有人中毒了 收到夜鬼卡片了吗 中毒的是我女儿 但我们并未收到夜鬼卡片 没收到夜鬼卡片 女儿去中毒了 难道不是夜鬼小队干的 根据世界顶级医学博士鉴定 我女儿马上就要坚持不住了 可以带我去看看吗 当然可以 你们跟我来吧 王妃大人 您来了 这位是白夜组织的林先生 我带她来看看女儿 白夜组织的王妃大人 以公主目前的状况 如果接触外人的话 很容易导致病情恶化 这个 公主本就坚持不了太久了 让她安静走完最后一程吧 人还没死呢 你们这些医生就先放弃了 也太没职业道德了吧 呵呵 一看你就是外行 在医学界我是最权威的 以目前的世界科技 公主的病根本质不好 那可不一定 你说什么 你敢质疑我 林先生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国最著名医学专家 沙耶博士 哦 原来就是你啊 之前在电视报道上听说过他 沙耶博士 啥也不是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没听懂 没什么 那是对你的一种尊称 这还差不多 博士 不如让林先生去看看吧 万一他真的有办法呢 王妃大人 我想您也知道 我们表面说公主是得病 但真实原因是被夜鬼小队下了毒呀 夜鬼小队不必多说 他们的毒根本解不了 虽然白夜组织很强 但也不是万能的 我听说龙国有种神秘的力量 被称作偏方 而且有很多事情 不是科学能解释的 我还是希望能让林先生看一看 毕竟这种机会得之不易 呵呵 既然您坚持 那咱们就一起看看吧 不过我事先声明 公主随时有丧命危险 您可得做好心理准备 没问题 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不应该要讨计后 不过她是市民까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